大家好 欢迎来到车神观点 赛季即将结束 是时候开始很多球员的赛季总结了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凯亚特人的焦点人物 绝伦布朗 布朗这个赛季可谓是冰火两冲天 常规赛结束之后 绝伦布朗凭借场均26.6分 6.9版3.5入这种华丽的数据 和东部第二的战绩入选了二阵 那时候是布朗的巅峰时刻 只有高阶数据看不上布朗 在超强的面板数据背后 是BPM1.3对内第6 EPM2.6对内第3 Raptor和LeBron也是完全不堪入目 综合高阶数据都在联盟50开外 跟他二阵的身份格格不入 我肯定认为一体化数据低估了杰伦布朗 正如一体化数据一向低估了纯德分手 杰伦布朗的比赛风格和定位 随着这几个赛季的探索和演化 在进攻端逐渐从一个3D 走向一个纯德分手的定位 一个在任何比赛都能开发出手的人物 这个赛季杰伦布朗作为个二当家 已经可以撑起30.5%的回合战友率 生涯首次突破30% 虽然没有跟着时代浪潮提高效率 但是58.5%的真实命中率 也算看得过去了 光这个主攻产效 我觉得就是个3000万起步的选手了 而你40.5% 而布朗只有33.4% 稳定性的差距不小 不过布朗的无球变化很多 除了定点出手 他的手递手和戒引户出手频率也很高 相比于塔通姆更多产量 同时45.2%的命中率 也要高于塔爷的38.6% 相比于塔通姆天天扔三分 布朗中距离投的更多 而且大量是这种标准 2Motion顶着人的跳投 给球迷的感觉就是 布朗打的是超巨篮球 塔通姆只会磨球 进而让很多朋友觉得 布朗似乎强于塔通姆 给他球权 他能比塔通姆打得更强 但事实上数据并不支撑这一点 布朗的面框单打产量和效率 都要低于塔通姆 很多球迷会嫌弃塔通姆打磨球 但是中距离产量更高 也更能投中距离 而是你对于技能的真正掌握程度 长卫赛联盟主攻最强的二当家 当之无愧 布朗难能可贵的 还有一流的单防能力 布朗出道就是以攻防一体入城 17年冬决 防詹姆斯效果不错 让他名声大震 作为198的标准体型侧翼选手 布朗对位难度很高 他既可以去领防对手的核心后卫 具备出色的横移和急掩护功力 也能用强壮的身躯 对位两米出头的前锋 今年半决赛 防哈登防得相当威猛 而冬决巴特勒在布朗面前 也完全讨不到便宜 这种进攻端能用中等效率 大量砍分 防守端又是从一防到三的 侧翼对位机器 确实是联盟最稀缺的极品侧翼 至于布朗协防意识一般 传控相当平庸 缺乏大局观 则是主要拖累布朗高级数据 和比赛影响力的原因 但是我还是认为 瑕不掩瑜 这个主攻3000万的水平 配合出色的单防 已经是个4000万起步队选手 技术赛 在前两轮布朗也算打得顺风顺水 相比于塔图姆的大起大落 布朗这两轮其实打得很稳定 两轮下来62%的真实名中率 砍个场均25分 效率比常规赛不降反升 布朗这些年在技术赛 其实主攻从不拖后退 他已经连续三年 技术赛真实名中率在58%以上 你根本不用担心布朗会跟霍洛迪一样 在技术赛砍下什么40%多的 真实名中率 他已经连续9个系列赛 场均20分以上 但是这第10个系列赛 成为了布朗生涯最差的青场系绘赛 今年冬决布朗堪称噩梦级别的演出 系列赛场均19分 2019年以来最低 真实名中率46.4% 生涯最低 3分16.3% 作为一个以打主攻为比赛主要贡献的球员 这种主攻水平堪称逆天 到底为什么布朗能打那么差呢 首先今年季后赛综合看下来 热火的防守距离性和防守变化 确实是联盟首屈一指 热火缺乏体型和天赋 但是凯尔腾并不是以内线大体型球员开发进攻 他们的火力集中在两个两米左右的前锋 刚好是热火可以应对的类型 简单来说 阿德巴越最好人物作为热火的防守核心 前锋后卫开发围主的队伍 他们在防守策略上都比较好做 布朗进攻力气主 还是快攻和阵地战依靠身体素质应赖 但是热火打凯尔腾这轮系列赛 进攻打得很好 43%的省者3分 百回合进攻效率118.3 加上他们退防意识出色 限制了布朗的快攻产量 而阵地战对位布朗一般是斯鲁斯和凯莱布马丁 偶尔会出现阿德巴越和文森特后来换防 这四个人里可能只有文森特 布朗比较好打 他前三场基本也只能在文森特面前刷分 另外面对热火的联防 布朗多次迎难而上 而出现失误或者被西方干扰 篮下干不进 他只能干拔 而大量面对和他体型类似 也兼具防守技巧和身体对抗的凯莱布马丁 斯鲁斯甚至阿德巴越 布朗的干拔还是太粗暴了 这轮系列赛布朗的投射手感本身也不好 前三场他只有40%的罚手命中率 可以说明这一点 这个也可能是面对联防屡屡屡无法打出轻松节奏 让布朗心态一直有点崩 快攻打得少 篮下冲不进去 干拔又没手感 比赛就进入了恶性循环 而这种情况下 布朗投铁大局观差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他打不进依然大量出手 打出什么23中7的比赛 其他完全可以再传一手 等一等 但是习惯了作为纯德分手 基本不干组织进攻的事 也让他没有办法把球分享出来 后面连追三场一段时间 布朗表现尚可 但是打到第7场又成为了布朗的噩梦 全场出现在这8次失误 完全暴露了布朗的问题 为什么布朗这一战喜欢干拔 本质是因为布朗的控运始终有问题 尤其是他左手突破很容易失误 这8次失误里有三次是绝对布朗变相时 左手突破直接掉球 在比赛中他也经常被热火逼停 一旦布朗在进攻中打到一盘停球 他的思维是停滞的 这时候他才开始想传已经来不及了 本质还是根本没有想过 什么时候要传球 就是想干 而塔通姆在单挑过程中 一直在观察 感受防守压力和周边队友的位置 可以说布朗现在的主攻境界 和塔通姆有档次差距 塔通姆在思考怎么破夹梯的时候 布朗还在想着怎么提高产量 布朗没有传控 运球细节差 痴迷于干把这些问题 通过战轮系列赛彻底暴露 在热火联盟最顶级的防守距离性面前 布朗打出这种级别的比赛 虽然意外 但是也有迹可循 总的来说 我认为不能以一轮系列赛 彻底看衰军伦布朗 他已经连续打出了9个质量不错的系列赛 军伦布朗是一个被基础数据高估 而被一体化数据低估的球员 同时他还是个优秀的单方者 高效 大局观 处理球 控制节奏 斜方互框 这些当然是高阶数据喜欢的东西 也是德里克怀特数据比布朗好的原因 但是能开发出手永远是最稀缺 最值钱的技能 这是一体化数据的局限性 我认为这是布朗生涯最好的一年 他真正成为了一个产效合格的主攻手 在大样本下打出了优秀的表现 甚至他的投铁也是在挑战自己主攻上线中 出现的错误常识 不能全盘否定 七场比赛不能代表一切 但是布朗入选二阵阶事 反而对凯尔特人是个艰难的选择 本来杰伦布朗如果没有入选最佳阵容 凯尔特人可以为他提供一份 四年1.89亿美金的续约合同 这个军薪4500万的价格 虽然略有预价 但是结合公司报的持续上涨 我认为还是可以接受 毕竟布朗只有26岁 你还是期待布朗可以有一些小幅提升的空间 但是入选最佳阵之后 布朗最高可以签下一份5年2.95亿的薪水 这就完全一家 我认为布朗是联盟30左右的球员 是一个标准的全明星 但是纯实力并到不了最佳阵容级别 联盟中值得6000万的球员屈指可数 布朗绝对不在其中 但是没有人会拒绝钱 布朗之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态度暧昧 而且多次他被放在交易讨论中 对他的态度也有影响 说服布朗接受用更低的权须约并不简单 如果布朗坚持要这个三亿合同 凯尔特人别有选择 只能交易 其实交易布朗倒也不是坏事 塔图姆和布朗都可以兼容任何球队 他们都是三地出身 有无球兼备 攻防一体 但是类型还是太接近了 缺少互补性 整个历史上围绕两个 以扛主攻为主要特点的 侧翼独光案例 几乎就没有 乔丹批棚历史第一的组合 本质还是批棚最强的天赋 全点在了非主攻的部分 我认为塔图姆的最佳队友 会是一个内线和后卫 而不是另一个侧翼 而凯尔特人最终还是需要围绕塔图姆阶队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